大陆的食品现在是不是又出现问题了呢 原来大陆的媒体报道说 在海南有官方发现 好几个知名品牌的浓缩果汁 含升量或者是二两化油量呢 根本都超标了 而且呢这里面也包括有台湾的品牌 也就是统一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海口市的 这个工商几日前所公布的项目 就说到大陆知名的农夫山泉 还有台湾统一的蜜桃多等品牌呢 总共是有九种食品里头 它的深含量还有它的二氧化硫的含量都超标 其中呢像是毒元素深 也就是俗称的P霜 那么对此统一在大陆的相关人员 他们反驳表示 这些产品都是在广州生产的 在广州都曾经拿到检验的合格报告 那他们会继续再跟海口工商局 来再做进一步的了解